很高兴两位贵宾都是两位都是双博士的 都是有关这个外交和法律的这个博士专家 今天来谈论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的适合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大概有四个议题 今天中国大陆 可能就是针对这一次赖金德访问巴拉圭过境美国的事情 今天开始军事演习 像这样子第一个议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 赖金德他16号 以前他一直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16号17号他回台之前 他提高声量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不见了 这个19号的军演 这个看看可能是对民进党这个政府赖金德这个以美 磨堵 依靠美国这个 磨取这个独立 且想尝试得又更进一步的那种 可能是更进一步的看法 那他过境美国13日到纽约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在台协会AIT主任 罗森伯格也没有去接机到了16号下午当地时间 到了这个旧金山的时候 才接机 那这个先冷后热 然后戴军者又在这个关键时刻讲那个话 我想这样的一个发展对这个中美 尤其是中美关系或者是中美台台台湾的三边关系 他的可能的这个影响和发展这个议题 来请黄教授先给我们表示他的看法 张老师你好 各位这个听众好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很老的一个问题 台湾决议员 民进党的台湾决议文里面已经这样讲过 那我很简单的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不反对说台湾过去 有一个有效控制 这块土地的一个政府组织吧 我们可以这样说 但是这种事情到1949年1950年以后就不存在 以后就不存在 你能说这个有一个政府存在 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讲无论法律上面 政治现实上面都讲不懂 那民进党是把这个当成护身符 讲了就是因为你要注意他讲 他说没有独立的必要 那事实上也没有独立的路径 所以这个很显然是一种经过挫折 你不管你希望也好 妄想也好 这挫折以后得到一种妄想 可以说是一种妄想狂 那很不幸我这样用这么重的字 描述他的想法 但事实上是这样 我个人是觉得台湾人民如果选出这样的总统出来 政治领导人出来 那其实集体的妄想狂 我简单讲到这里 所以黄教授从他研究这个法力 写着这个角度来讲 他认为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想法 就是台湾节语文的这个朝着 基本上是台独倾向的这个想法和目标 因为赖清德也说要走进白宫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意思我们也不懂 这个是一种妄想 这个用词也是很重的 几乎是就是妄想 妄想的意思是说不太可能的 也没有这个路径 那这个问题我想 法力跟外交的吴教授 应该也有他的看法 我们请吴教授给你的看法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黄老师 我是吴崇涵 其实我们来看赖清德选举过后的 一些外交政策的走向 还有他的发言 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为了选举的考量 很明显的在修正他对于这个外交的这个论述 特别是他一开始前阵子讲的四个支柱 他四个支柱里面又讲了说他要维持现状 然后呢 可是他这个维持现状里面 为什么会讲这个维持现状 很重要一点是 其实我们看台湾民众现在对于统独的议题 主流还是维持现状 政大学院中心做了一次 在陆续在做民调 他把维持现状分为六等份 其中有两等份是维持现状 永久维持现状 还有维持现状再决定 大概占了全体台湾选民的六成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不管是赖清德也好 或者是其他候选人也好 他们会都会符合选举理论中 我们讲的中间选民理论 他会尽量往中间靠拢 所以他一定会抢维持现状的选票 那当台独今生的赖清德 面对要如何抢中间选票 并且扩张他的选票 到可能三成七到四成往上走的时候 他必须要不断的修正 他的台独路线跟说法 这就造成他这阵子以来 不断的在逻辑上的互相 我们讲否定或打脸也好 比方说他在提出四个资助之后 不到一个礼拜 在宜兰的同乡会又讲了 前进白宫说 其实前进白宫这个说法 是非常敏感并且具有破坏现状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不管是总统也好 总统候选人也好 你要进到华盛顿DC都很难 你说AIT是Virginia 你要进到DC都很难 何况你要进到白宫 那他讲说以进到白宫 作为政治目的的达成 这就是一种破坏现状的 一种非常剧烈的讲法 那当然他一方面一方面也是要 讲给这个所谓的基本教育派的人听 因为他知道美国人不喜欢他讲这些东西 但是他必须要稳固基本教育派 所以他在宜兰的地方上就讲了要前进白宫 可是当美国人一问起来的时候又说 我是维持现状 我不是麻烦制造者 所以变成说前进白宫的赖清德 打脸的四个资助的赖清德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前后的挑战 那第一点 那第二点 那美国人呢 美国人他们在意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从过去报章杂志 媒体不断来看 有人说美方有意无意的想要传递这个讯息 要赖清德将他的台美关系或两岸关系解释清楚 那当然美国人就希望说 这接下来不断是美中抗衡 或者是这个体系上美中在各方面要进行 可能是恢复一些交往也好 那台湾的角色势必不能变成一个麻烦制造者 我常用比喻 其实美国人一直希望台湾是在这个驾驶座的后座 台湾你要在这个一台车里面 赖清德你要做什么 你要在后座 但是当赖清德一抛书说 前进白宫说的时候 他有点从后座跑到前座去了 那假如是拜登 以拜登的想法 他很难去接受这个 他一定会有意无意 透过某些方式 告诉赖清德 你要解释清楚 什么叫前进白宫 你的台独的 务实台独主义者的思维还在不在 这点是拜登不断想要赖清德去解释清楚 那当然 虽然拜登我们讲他要从战略模糊转成战略清晰 我们在学姐的时候很多人在辩论 不管是在学院派的文章也好 或是网路派的文章也好 大家都说 拜登接下来想要把战略模糊转成战略清晰 但是 当战略清晰开始的时候 是代表东亚所有强权 台湾都准备好 问题是现在没有人准备好 所以拜登还是维持所谓战略模糊 如果是战略模糊之下 赖清德绝对不可能成为那个把潘朵拉盒打开的人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与其赖清德不断在讲他前进白龙 他现在可能还会继续在这个模糊的这个界线游走 一方面巩固国内基本的这个台独主义的票源 二来又要往中间瓜分 但是他又要这个 让美方有这个相信他的说法 因为这有一说来 就是我们的候选人都需要得到美方的 首肯面试 那当然这种有一种由外而内的这种想法 那当然赖清德想要做到极致 但是假如我们仔细看他过去的说法 是不断在逻辑上面的一个互相挑战跟谬误的时候 那选民就会看在说 那到底你的台独今孙 或者是所谓一个务实公主义者解决了没 还是说你是说这个只有政治金童 对不对 他讲说没有台独今孙只有政治金童 不管是台独今孙或中日金童 他现在面对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讲的是 美中未来在2024的选举的时候 美国到了2024的选举年了 拜登他不可能无止境的不断的抗争与中共抗争 他现在有要有点恢复趋缓的方式 包括你看我们之前各个人都去了 布林肯也去了对不对 这个叶伦也去了 接下来联盟多可能也要去 如果美中之间要进行一些谈 稍微谈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台湾问题势必可能会被放在旁边缓一缓 谢谢吴教授 那我们也知道吧 乌克兰战争以后我们台湾开始在讨论以后 就开始有疑美论 那疑美论可是这个是疑美论 美国对赖清德也是依赖论 就是开始怀疑赖清德 就是他讲要进入白宫 那这个进入白宫 到底怎么解释 我是一般如果一般来讲 我个人觉得说可能他会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 你是不是要搞台湾独立 第二种 你是不是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第三种 你是不是要彻底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就是进入白宫有三种解释 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 那可是呢 赖清德他被挂名台独今孙 他说是政治今孙 可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到现在还没办法解释清楚的 就是叫做台独的务实者 那务实者台独是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你的本质 你的骨质里 你在怎么变 你在讲西的讲实的 或者一下子东一下子西 本质上是切香肠式的往台独在前进 这个我想可能还是让人家怀疑 还是疑美论还是依赖论 美国我相信 现在还没有完全对戴清德 完全看清楚 而且完全适宜了 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棋子 美国是美国 台湾是美国的一个棋子 一个筹码 这个筹码是跟大陆在谈判的一个筹码 那这个筹码他还是要用的 这个这么好的一张王牌和筹码 他不用是绝对不行的 而且他要维持他最好的利用的方式 跟价值这个工具 把我们当成一个工具了 那他怎么做呢 我想赖清德到13日到你 他就讲了 他也讲了 他说半年来 我们第二个要同学 半年来美国通过了 跟台湾相关的30个法案 30个半年 而且三十几年的这个台美 20日自治贸易倡议也签了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说集集如理令 这集什么呢 这么半年能够通过30个法案 而且台美这个贸易协议 也能够一下子就签了 对我们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 这些法案 第二个他到底 是不是台独的公关公司 在美国有很多基金 很有钱 在后面努力的结果 或者是美国精工复合体 想要把台湾再更向前推进一步 有向一段战争的方向去走 因为没有战争 美国的金火商就可能就要 就没有生意就要饿死 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 是不是这几个原因 我们都在思考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 两位 那我们是不是请黄教授先 这个张老师 这个在我讲之前 稍微这个多加解释一下 我刚才用了一个忘想黄这个字 不是在骂人 这个是心理 心理学上面专有的意思 只是说你的判断脱离实际 跟实际上面不一样 这是大家在台湾一些 正确独立的对现状的描述 根本跟实际是不一样的意思 我不是故意要骂 第二就是刚才我从你们两位讲 这个讨论中间 稍微补充一下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进入白宫 我觉得台湾跟很多观察台美关系的人 常常我们把他放大 这个跟精神病伤的忘想关系 有一点点关系 不是实践的关系 没有把他看得太严重了 他是随便这么一讲 他就好像我可以堂堂真正 作为一个台湾的独立国的总统 进到你白宫里面 这是讲这个宫小伟而已 美国的反应你看起来是很激烈 一定要打破杀骨问到底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美国人是很不愿意你插手他 指手画脚说你的外交政策应该怎么样 像有一次这个游锡坤到美国去演讲的时候 他说我们希望美国跟中国干起来 马上国务员就警告他 你在美国里面不能讲这个 可能有损美国利益的话 这是我们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外宾你讲这种话干什么 相当是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把它故意过度解读啦 另外一点我就跳过去没有关系 因为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 这个更重要 这个是非常荒唐的 因为我回到台湾来 常常跟我们的同事啊 学者啊 名嘴啊 甚至国家领导人啊 这高层的决策人员啊 谈啊 那这个通通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因为他们看到的资讯 有时候是非常非常不清楚的 而且有时候根本没有 作为信息依据的一个来源 像我说的也许会被告 某某报纸 这个没有什么根据 都是捕风捉影乱讲一阵的这些报纸 大家信仰为真 所以对美国基本上不是很清楚很了解 你刚才提了牛赖金的本身 他自己了解不清楚我都不晓得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签了三十几个决议文跟法案等等之类 又有签了这个倡议 这三十几个东西 我过去在这些法案跟决议案出现的时候 我在台湾的朋友跟在台湾的这个学者 天天要我写文章批评 比如说台湾团结法案 你看现在有九个众议员签署了 要向国会提出 你要赶快写啊 这个很危险 里面讲了很多事情 尤其那个Mandez讲的那个台湾这个政策法 那个是最长的 最里面最细节最多的 还要说无偿赠予给台湾五兆还是多少 五十亿还是五兆 五十亿 六十五亿 六十五亿 反正是这个数字 大家很紧张 说这个通告的话 台湾非打仗不可 我就说你不要这么急 我是稍微看了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我不把他当一个事情 为什么 最基本的 你台湾也有很多立法委員嘛 你提案提出去 要通过成为法案 那是遥远的事情 尤其是美国众参院 你看他法案的方式 这是美国政府101 就是美国政府的最 因为美国政府这一刻 第一天你就应该知道 那法案提出来要成为真正的法律 中间要很长的过程 最后还有总统的否决权 所以他跟你提出来 为什么会提出来 你的观察是对的 这个是他们议员 赚取政治现金的办法 你说如果不是直接 我相信很多钱是台湾政府出的 那这个有些也是透过 在美国的油税公司 要清台湾的这个民间团体 要向法卡 他甚至可以参与你拟定这个所谓草案 马太尼的好像台湾现在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不是真正会变成法案 提案的人也知道 这个不会成为法案 因为没有人会赞成这样的内容 我举这个案子 太极端了 要把台湾的 现在的办事处变成 几乎是好像外交部以前的 外管那个样子 绝大部分是不会同意 所以你第一 你签署这个案子 谁会跟来签 签这个案子 当然是你过去卖人请的 你签他的案子 他签你的案子 他其他的参议员 或者众议员 跟法案里面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不晓得在签什么东西 好 足够的人数以后 第一件事情 把法案推到委员会里面审查 委员会审查通过了 才能成为法案 才能开始辩论 所有台湾过去三十几个签的法案 只有从提出 好了 没事情了 下面再也没有下文 那个提案人也不会去推动 因为这个只是赚钱工具而已 他推动干什么 他推动也推动不成 他还不如赶快再写另一个法案 再去赚其他的钱 这是美国选举跟台湾 现在某个方面的选举的情况是一样的 政治现金是他们活命的办法 所以他就要这样做 在台湾政治法提出来以后 还有一个更可笑的情况 就是另外跟这个案子本来没有关系的 这个美国这个名声很坏的一个Grain 这个参议员 他忽然也要到台湾来卖东西 他也插一脚 他也参与提出法案 你现在法案有下文吗 听都没听 没有人在讨论这个东西 所以台湾我们台湾的人吓得不得了 黄老师黄老师 你赶快写一篇批判的东西 我说还吵得很 批判我还不如去睡大觉 这个东西不要太把它当一位事 问题是你要看破 我不想要那些人懂还是不懂 还是故意说谎 或者是因为这些钱 纳税人钱花的是非常值得 就反正有人提出法案 就代表台湾的地位稳固 我为什么说妄想话 就是这样 你去看很多这个现象 这是非常非常荒谬的现象 台湾人不要被这种语言所迷惑 哇 签了有 签三十几个决议文跟法案 通过 或者是现在双边贸易 也有人这个倡议 好像这个台湾这个情报 是故若金汤 完全没有用 全部是废物 就是我们花了大钱 去搞出这个 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然后大家念了以后 台没关系 故若金汤 这个结论 这个就是忘了讲话 黄教授讲的就是 他说 这些法案只是提出 提出 提出 提出并不困难 他说这个参中议员可能就是为了政治现金我想 选举的事情 跟台湾也差不多了 我想 这个所有两党制的多党制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选举 包括台湾 包括台湾 你要选立委 县市长 甚至选议员 甚至村里长 你没有花钱 没有钱 大概也不要想要选 你光是借基本的文献费用上是立委什么都要 有时候都要上千万 那你没有钱怎么选 那这个钱怎么来呢 有时候羊毛就出在羊身上 这个说难听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金钱游戏的选举 然后这些法案甚至于各些有关议算 都要跟这些立法委员跟参中议员来协调 那协调就有灰色地带 所以台湾的游说团体可能对这些参中议员 公关政治现金之类的 这些要提出一个法案 有政治现金提一个法案 没有什么困难 那以后要通过那个黄教授也讲过了 就是很漫长的一件事情 以前很多法案到底提出了以后 到底现在有没有通过 我们说在我们也实在是一致半截 甚至于赖金德他也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三十个法案 这个这里面 可能有一些比较方谬的事情 我们他也回到一点就是说 比较妄想症大概是一种妄想症的那种 那有关这个外交跟法律这个部分 我想吴教授 他也是外交跟法律的 他一定也有他的看法 我们请吴教授 谢谢 其实这个美国对台的 尤其是国会方面 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是力度非常强 那当然这个苏奇老师讲 435个众议员跟100个参议员 四周都是团团被游说团体 不管是我们讲的 FAPA也好或GTI也好 他们有很强的力道 在推所谓有台法案 那当然参议院跟众议院都有有台小组 那这些有台法案 坦白来讲是 当然有三十几个 有些通过有些 只是提案有些成案的 那我们来讲台湾政策法 其实去年台湾政策法 在参议院中议院 参议院刚提出的时候 我刚好在美国 Steamson中心当访问学者 那那个时候这个法案的内容 非常的 当然对台支持很多 但是也非常的敏感 而且也包括了许多 军事跟外交上面 比较调动性的东西 那仔细看来 里面主要还是分两块 是外交跟军事 那外交里面包括 要提升对台湾的支持等级 成为一个非北约盟邦之外 他们还提到一个是 朝案里面 要将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我们的Tekro 改名叫台湾办事处 台湾Represent Office 那其实他在参议院提案的时候 这就舆论化了 因为其实这个案子 并不是在台湾政策法案才出现 其实我们知道一个法案里面 在包裹许多东西 很多条法条 那这个案子其实在早期 更早之前有一个要老英法案 就强化美国领先地位法案 EGO Act 它里面其实就已经提到说 要将台湾的 在华府的代表处 改名字 但是拜登说这个不行 太敏感了 把他拿掉了 拿掉之后 台湾政策法借施还魂又上来 台湾政策法提早两人是哪两位 就刚才黄老师讲的 一个是Menendez 一个是Lindsey Graham 南卡那个参议员 曾经来台湾买波音 叫蔡英文买波音飞机的那位 他们在提出参议院版本的台湾政策法的时候 又把这个所谓的改名字又塞进去了 当然想要知道这个是谁的力道 应该就是所谓我们游说团体的力道 那在这个案子最后成案之后 其实台湾政策法参议院过了之后 它那个又被拿掉了 改名字的东西被拿掉了 但是呢 它里面留下了什么 我们讲的就是2022年的国防授权法 NDAA NDAA里面就是我们讲的 耳熟能详的 五年 一开始四年给台湾45亿 无偿军事援助 另外第五年再加码20亿的无偿军事援助 感觉很多 非常支持台湾 但是因为乌二战争爆发之后 他们这个军事预算 虽然这个我们讲台湾政策法 参议院 后来重运版本也都通过了 都是维持这个价钱 但是他们钱不够 所以在2022年底 还有2023年初的这个所谓 他们在拨款委员会 要拨款的时候 他们就说这个对不起 这钱都没有 我们只能给台湾 这个20亿 有偿的军事援助 所谓有偿是说 你借钱 要还钱 理由是什么 因为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 我们有钱能还 这个不是我们讲的 这是谁讲的 波狂委员会 Lindsey Graham讲的 就是那个南卡参议员 来台湾要我们买波音公司的 他一手起草台湾政策法 可是一手又说 对不起钱不够 我们要把钱补给乌克兰 那这充分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美国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 我们要再讲一次 美国虽然对台非常友好 但是面对到 我们讲的 就一块饼在时候 他该怎么分 他还是以美国政策优先 所以我们台湾在看到许多相关的美台友好法案 看到美国三十几个法案 零零杀杂杂杂这么多 对不对 感觉对我们非常支持的时候 其实美国人最后还是在考量他们自己的算法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必须在面对这些法案的时候 清楚的告诉老百姓 我们要什么 我们可以跟美国要些什么东西 他们答应我们什么 就要给我们什么 所以今年的这个 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又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新闻 拜登又用了个总统特别提拨权 总统特别提拨权 有史以来他们都可以用总统 因为紧急事件从他们的武器库存户里面 提拨一些武器 给需要的他们的所谓的帮助国或者小弟 简单来这样讲 那这一次拜登一开始说 要用10亿的总统提拨权 因为其实在2023年的所谓的国防授权法里面有讲 可以用这个10亿总统提拨权 结果到最后呢 新闻出来3.5亿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乌克兰预算的排挤 我想啦 那这3.5亿 拨给台湾 那我们能得到什么 坦白来讲 3.5亿美金的东西很少 大概都是一些物料件 甚至有人说可不可以买到刺针飞弹 那3.5亿除刺针飞弹可以买到几发这样子 或是标枪飞弹 所以如果是这个面对这个情势的看来 感觉我们受到美国人帮助没错 但是必须要非常知道美国人是很务实的 所以靠山山岛靠人人跑 有时候台湾还是要靠自己比较好 以上 两位教授的分析 我们也知道了 美国是以它的利益为优先的 以它的利益为优先的 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想清楚的 就是说我们还是会以美论 但是台湾这一块筹码 他现在是跟中国在台湾外在的问题 他一直用台湾这个筹码 其实上次在跟中国大陆在谈判 他给中国大陆一点压力 然后谈判它的利益 我想这个就是这样 我们说在下棋的时候滚一个条件 这个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那有时候台湾的利益 我们台语讲的比较难听说 放个屁给国闻一闻 或者是说这个要抓气要18秒 他给我们3.5亿给我们10亿 真的一打起来我们花1000亿都没办法 买武器都来不及都不够的 外交战啊 台湾的外交啊 你知道蔡英文这个执政 八年还没有满 就断了这个七个国家的邦交 尤其是南美洲就剩下这个 中美洲剩下这个巴拉圭 那巴拉圭可以说是也下了很大的功 可是这一次因为他们内部的选举 现任的总统当选了以后 他是比较支持台湾的 差一点差一点会输掉 那他的反对党基本上是反对台湾 支持中国跟中国建交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巴拉圭的这个邦交里面 我们的台湾的邦交除了是被人家说成是凯子外 叫去花钱以外 我们台湾也把人家当成凯子 也把我们台商当凯子 他骗了这个巴拉圭 也骗了巴拉圭的台商 这件事情我们这边的媒体基本上 不怎么那个最近这个外媒 还把这个挖新闻又把它挖出来讲 就是说台湾在三十几年前 三十五年前从李登辉的时代啊 就跟巴拉圭谈一个计划 很大的一个计划 叫做巴拉圭的这个工业延期 我们现在叫产业延期啦 叫做东方工业延期 这个东方工业延期呢 当初啊敲楼打鼓啊 说南向里面这个这个 而且做巴拉圭的这个整个大的这个规划 他要把巴拉圭建设成一个这个现代化的国家 然后发展它的基础设施什么的 然后招了台湾 很多台湾的台商啦台商过去 答应台商说会贷款七成 台商只要出三成的资金 好去了 找了地方都找了 地也找了 这个地呢 台湾也去 台商们也去分了 大家分一块一块分了 分了大概也有三十五个台商分了 将一半以上的土地 这个这个产业用地工业用地 那这个这个计划已经很落实了 巴拉圭看了也心理上也觉得很安慰 可是呢 可是呢 这个这个问题后面就怎么样就出来了 后来这个我们政府啊 对台商的贷款没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了 没了 台商呢支持不下去了 停了一年半 停了一年多 巴拉圭政府看了 所以奇怪你们怎么停了呢 好 然后我们外交部啊 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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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是我们要台湾的 这个这个执行当委应该是经济部的 他懂经济 结果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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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啊 换成外交部 外交部搞外交 他不不不一定懂的经济 他就把这个啊 啊 基本上 就 采火劫的态度了啊 就是反对的态度了 而且是一直在拖啊 一直在拖 拖了一段时间啊 啊 后来 李登辉要去巴拉圭了 啊 这个建交国家要去访问了 啊 就赶快 拖了一年多赶快再恢复 可是恢复的时候呢 很奇怪啊 我是觉得这个有灰色地带 然后我们这个外打外行 台湾外行领导内行 或者是怎么样 其中我们实在是搞不清楚啊 啊 这个台商他要他要台商呢 哎 支付这个一年多来的利息 而且加增 台商说你是政府把我延荡的 你现在又要恢复过来 还要我在追缴利息 这个这个罚不来啊 这个我们不愿意不愿意 好那又讨论那个方案 讨论方案台商基本上同意 可是外交部呢 里面的人说又不同意了 然后这个事情就割下来 割下来了以后呢 等一下有一张图片如果可以放 我就给他放出来 这个台商啊在那个 这个工业园区啊 啊 这个挂牌 做了这个很大的那个看板 很大的开板 他说外交部啊 啊 跟驻美驻巴这个这个领事馆 是诈骗集团 是诈骗集团 他这个就等于是诈骗了巴拉圭 巴拉圭的执政党 反对党 国会都觉得很奇怪 而且一直在追问这个事情呢 有受骗的感觉啊 所以反对的声音就一直起来了 反对跟台湾建交的声音就一直起来了 这个拖了那么久 到了蔡英文政府呢 怎么解决事情呢 这个事情呢 不理这些台商 35个台商啊一直求助无门到现在 然后反而在追缴这些台商的贷款 然后诉讼 告了 政府告了台商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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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很奇怪了 鼓励人家去 现在又告了人家这个 这个法力纠纷呢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呢 我们政府呢 蔡英文政府呢 又把这一块地收回来要拍卖 收回来要拍卖呢 那怎么拍卖呢 这里面又有一个 黑箱作业跟灰色地带 这个灰色地带 我讲这个这个 怎么拍卖呢 这个好 我们台湾成立的这个 拍卖过程呢 是透过台湾外交部的一个非法法 非法的协会 协会基本上是没有盈利 不能有盈利行为的 台湾的任何协会是社统法人 这个这个民间团体 他不能有盈利团体 但是他用了 我们台湾的一个非法协会 简称叫MOFA MOFA 然后跟这个ICDF 金融合作发展研究所 我是觉得这个这个 这个单位都很奇怪 都很奇怪 然后呢 中华民国进出口银行 和巴拉圭的合成的一个公司 来完成这个拍卖 拍卖以后呢 这个巴拉圭政府呢 他所付的之前有12张支票 是从国外 从国外进来 从国外进来 然后再给他的公司 那台湾这个非法协会去拍卖这个地 基本上我想立法院都不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两个一个研究所一个协会 那这个的这个就是黑箱的一个一个作业 然后这个钱转出去 又转回来 这里面就有 灰色地带 而且违法了巴拉圭的法力 他有诈骗 诈骗这个这个 这个跟甚至于射刑 射刑这个这个这个 贪污的这个这个射嫌啊 这个违反了巴拉圭的法力 我想啊 这个这个 我们去被人家当成铠子的外交 现在也把人家当成铠子 把台商当成铠子跟诈骗 这个宏杜拉斯以前也说要台湾做这个这个水库嘛 陈水扁时代就开始打 后来就也也骗了人家也没有做 所以宏杜拉斯一气之下 在去年 今年啊 就跟中国建交了 这个中国家都知道嘛 这个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台湾这个外交啊 铠子外交啊 或者是把人家当铠子啊 这个这个钱啊 甚至于巴拉圭现在已经提出来了 要我们台湾啊 出资10亿美元 10亿喔 10亿美元 那这300亿台币啊 这个是 甚至于可能 几月啊 11月还是 蔡英文要访问这个捷克 的时候 捷克现在已经 暗中也提出要10亿美元 这个 这个 这个私子大开口啊 私子大开口 巴拉圭提出这个10亿美元 我们做得到做不到都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 提出来 因为你这个巴拉圭这个 东方工业延期这个 产业延期这个黄牛啊 诈骗案啊 对他们来讲打击很大 所以他们就当然是私子大开口 而且你要落实 所以这个铠子外交啊 诈骗外交啊 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这样的外交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 我想 我想呢 这个外交跟法律的两位教授 应该也有他们的这个看法了 我想先请黄教授 是这个 这个整个就是从台湾对 所谓主权独立国家这么一个 英文讲叫fixation 那fixation 中文怎么犯呢 就是一种 一种痴情嘛 就非要有这个不可 然后 外交承认 其实跟国内 整个台湾人的 这个真正的福祉啊 其实关系是蛮遥远的 中共没有出兵力打你 不是因为你有巴拉圭的承认 这完全无关的 你有五十个国家才承认台湾 他在必要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某种发生意外的倾向 他一定会来打台湾 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是你说现在还有十三个国家承认台湾 这是自爽 自己爽 那为了这种很不实际的 非常不务实的这样的观点 这个观念 去花很多钱 那台湾都去买东 外国的政府 或者政治的人员等等 这个已经在全世界 已经臭名满天下 那我给你报个料吧 这个 说个以前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 我也不是要害人 没有这个意思 我以前在当这个美国当律师的时候 大律师叔叔当律师的时候 就有一次因为所里面的要求 就是到一个我们所里面的当事人 这个国家去访问 其实当事人就是那个国家了 那去了 大概 我可以讲这个名字没有关系 这个是加勒比亚里面的一个阿鲁巴 一个国家的阿鲁巴 去 见到他总理 其他谈的人都很高兴 高兴不高兴 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他谈完了以后 单独把我留下来 那我的partner 我就说你也留下来 因为这个是所里面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那总理就跟我讲说 我知道你背景里面有台湾的这一块 你从台湾到后来到目前 我说没错 我是台湾出生 那你台湾还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亲戚朋友都在那里 现在 虽然关系不一定好 但是有些人我都认得 他就说 你们台湾这个经济发展非常有名 我们都听到 我都知道 我们非常佩服 我们阿鲁巴也想跟台湾建立 政治跟经济上面的关系 我一定会就晓得 他心里在想什么 那他是我 我这个客户啊 我不能说 因为这个不关我的事情 我跟这个 外交 台湾的外交事情 我不愿意插手 我也不能这样讲 你说你有什么要求 他就说 你会不会把我的态度 转给台湾的政府 表示我们阿鲁巴 很希望你们台湾来投资 做什么 建立很恐怖的关系 那我就没有办法 就写了一封信 很正式的信 我用这个 用这个 所里面的信纸 写 写给我的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叫李大为 他那时候当外交部长 李大为因为在波胜 住了很久一段期间 所以我认得他 我跟他还不错 所以我写给李大为 我也没有加油加奖 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造实的 就说阿鲁巴胜 现在这个国家 想要跟台湾建立什么关系 他就有兴趣 在台湾大概大概 大概两个月左右 后来正式回了一封信 很正式的 他那时候外交部长 也就是说 我们经过很多的考虑 就觉得现在还不适当 所以这个 非常抱歉 请你转告阿鲁巴总理 我们这个 会继续考虑 但是 私底下我都知道 为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阿鲁巴 是一个国协里面的国家 他没有什么联合国投票权 你要说到 去其他的总理 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跟台湾应该进入联合国 他没办法 所以李大为就说 很抱歉 还好是碰到李大为 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朋友 你要碰到现在的 吴钊先生怎么样 恐怕已经上当 所以台湾已经做到 这样的情况 所以是 威名远迫 所以我听到这个 巴拉圭的这个事情 引起我这个台湾 凯斯外交的感慨 还有被骗 被骗九亿元 大家都知道谁 无奈得 无奈人 是被骗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好 很多就是台湾很多定位的问题 政治情况没有解决 跟中国大陆的两岸关系 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 这个 我不是说被 就变成中国一省 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得到适当的 这个妥善处理 常常会出这种事情 只有台湾人民的 血案件在那边 昨日凯斯外交 谢谢 刚才王教授也讲了 他一个一个 自己经历的一个 这个 经验 台湾已经在 国际上基本上 他是说 臭名昭彰 大概 民意风声也不好 就是人家一听到台湾 眼睛就亮 就想到浅到 想到浅了 在凯斯外交 我想这个 对我们 来讲 我们台湾这个 最大的 我现在两个 费用一个 就是最外来的 就是向美国的金购 一个就是凯斯外交 那你如果说 要搞中国外交 那就是 就是金钱外交 那无限量 你要跟大陆怎么比 这个我想 这方面我想 古教授应该也有 他的看法 其实 早期我们被讲凯斯外交 一开始我们讲 我们的邦交国 是什么 穷小黑 那时候 我觉得这话 字不太好听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些国家 特别是低度发展国家 他们需要援助的时候 台湾是个语言手 我讲的是90年代 89年代 特别那时候 中国大陆 在跟台湾 在进行外交战的时候 但后来 陈水扁的时候 是支票外交 还有烽火外交 那个时候 是全面的想要 跟中国 竞争对抗 然后到马英九的外交修兵 那外交修兵 带给一个我们的邦交国 就是你不能两边压住 你不可以跟我们拿 又跟对岸 这点是 我觉得让 台湾可以得到修养 在外交时候 得到修养升级的时候 但是 蔡英文上来之后 特别是这几年的外交 我们呈现一个 呃 我们不愿意给他 所以他就转向中国大陆 可是我们现在给的钱 并不是直接给我们邦交 我们给了许多在欧洲 给了许多在其他世界 有美国号令所谓 民主大联盟的一些中小型国家 他们需要更多的经费 或是商务投资的时候 他们转向了台湾 那我们的所谓的经济的实力 就往那边开始走了 就变成说我们必须去团结 所谓以美国为首的 所谓反共大联盟 这是我们现在 变成我们的钱往那边走 并不是我们的钱有减少 其实我们的外交经费都没有在减少 当然他们只是不想跟中国大陆 在BRI的一带路上面进行对抗 因为一定比不过中国大陆的BRI 中国大陆的BRI 他们有很大的特色 是他们不仅仅是所谓的 在ODA上面的帮忙 他还有很大部分是商业上 那商业方面 当然是有他的利益考量 政治的利益考量在那边 没错 那当然我们的外交部 看到这情况的时候 他一定是不愿意跟他做对抗 所以我们的帮忙活一个一个减少 那未来这样的态势 我觉得我们要反过来去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的外交战略上面有个大的方针 我们过去的外交政策跟外交战略 似乎有点像无头苍蝇 为了反对而反对 然后把我们的钱放在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上面 所以你投资捷克投资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 我没有意 其实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需要可以 问题是有没有实质上的帮助 刚才黄老师讲阿鲁巴群岛 他应该是法蜀 以前是荷蜀 荷兰 荷兰的蜀地 他不能在联合国 早期我们在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做重返联合国的倡议 2300万人民 台湾2300万人民重返联合国的倡议 那时候我们讲了很多什么二对二的对谈 那时候在总委员会里面 每天我们都提这个案子 在总委员会里面会有个二对二的辩论 就是大陆的盟邦两个 我们的盟邦两个 在总委员会提案讨论 就结束了 根本没有成案 也没有进入到最后 到这个Assembly里面 至少那时候我们有邦还有人 可以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把钱 不断的再花给一些所谓民主大联盟 所以 我是蛮好奇的就是 未来在面对这个国际援助 我们讲这个外交援助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有更大的方针 这一点是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吴家说提出 说台湾的外交部的费用 除了经费呢 议算呢 除了用在 我们现在13个邦交国以外 其实一大部分 是配合美国 这个围堵中国 在外交上围堵中国的联盟的这个军费 那这些钱怎么出去 怎么那个 其实我们的外交 很多黑箱周围都是 甚至于灰色地带很多 这个我想 像欧教授也提出来 我们台湾人民呢 说实在有时候也实在是很无奈了 很无奈了 除了军事经过以外 这个外交费用也是一大笔 这个到底能够起多少作用 那你台湾 刚才讲到 讲过了 Ecofa 台湾如果不要Ecofa 这个两岸经济协议 经济架构 台湾可以单方面取消 那台湾为什么不单方面取消呢 台湾又不敢讲说我们需要 为了面子问题 也不敢讲说我们需要 也不讲 一年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有一千 将近一千两百亿美元 一千两百亿美元的 逆差的 其实我们赢的 如果没有一千两百亿美元 我们说不定 我们的劳保劳健保 公保的这些基金 恐怕三年就要 就要垮了 没有了 没有钱了 我们百分之四十的经贸 基本上是靠中国大陆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数字就在那个地方 这没办法合认的 那你赚了人家的钱 你要帮美国出钱 替美国出钱去围堵人家 然后又向美国买武器 要跟人家打 我想 中国大陆他也讲得很清楚 只要和平统一 只要和平统一 还有一点点希望 都不会放弃 那可是 台湾呢 美国就把台湾当了一个筹码 台湾就信以为真 信以为真 就跟着一步一步切香肠 做的往前走 基本上是往物质台独的路上再走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陆能 容忍到什么时候 我想在京德去 去巴拉圭过境美国的第一天 大陆就开始惊演了 然后他17号回到台湾 今天19号隔天 隔了一天 今天19号 又宣布军事演习了 这是从军事上的一个一个一个 很明显的硬实力的一个一个展现 警告了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我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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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板石斑石斑以外 现在呢第一次 第一次 14号就宣布了 15号开始14 对台湾的这个这个 台湾出口到大陆的这个 啊 鸡碳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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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化学物料 要这个要收保证金 要收保证金 台湾呢 甚至于指门台湾的 这个四个公司 台湾化学签为古文有限公司 台湾出口十余化学股文有限公司 征收百分之十六点九 的这个这个保证金的比例 齐美啊 齐美十余股文有限公司 和麒麟科技股文有限公司 征收百分之十七 的这个比例 其他的公司征收二十二点四 这是第一次 对我们的经济制裁 军事跟经济同时下属 这个表示说 大陆对台湾的这种 切香肠式的这个这个往 以美磨堵这个路上啊 一步一步走已经 容忍度我想是 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了 这个和平同意的这个机会 也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样的情况之下看 我想请教的就是说 那我们台湾 在什么情况之下很可能 会跟两岸发生战争 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人民才能够避免 这样的一个 往这个战争的路上走 我想是不是 先请王教授吧 那这个 我刚刚听你们两位谈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 这个大概是一个反清销的案子 反清销调查的案子 那你说到反清销 两岸的反清销的案子呢 我有第一手经验 2006年07年的云林毛巾案 中国大陆 台湾是说他这个 消到台湾人 请教到台湾来 你也你马上讲 噢 业者是说 这个 这个 没有办法生存 全部要垮 一个卖 所以办 50分 另外一个 我们台湾人 必须要卖4块钱 5块钱 那时候就没有办法生存 这个 那个时候 刚好我回到台湾来教书 大概两三年 我还另外插一句 我跟事情大学 现在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早就没有什么关系 对 刚回来教书 那 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 他们引领越界 通过一些管道 就来问 让他们知道我的专业是谁 在美国的专业是谁 所以我有一看 我原来是说 哎 这个事情 这个是 应该是国际贸易的问题 国际贸易讲究比较利益 所以比较利益的话 你就应该 是 互通有乎 你这里竞争力不行 那没有办法 这市场规律 也就无所谓 后来他们来跟我讲说 不是这样 月神也来 所以 不是这样 我说你把材料给我看 整个进口 进口毛巾的总额 一年 只有两千万美金 所以一看 这不是贸易问题 2000万美金 国际贸易上 是比赛多 我说 那你们这样 现在这个情形 这个是民生问题 你讲国际贸易 自由贸易 你一定要看到 民生的问题 你这些人一个县 一个阵 已经快没饭吃 要垮台了 这个不是不公平的问题 所以我就 他们讲了以后 我就跟他讲 我义务地能辩护 在台湾这个毛巾 后来我们辩护完了 长话短说 就是得到了 某种程度的胜利 就给到五年的缓冲期间 这个补贴 然后这个 叫这个 中国 进口到台湾的毛巾 提高价格等等之类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都过去历史上面 都查得到 在我办的时候 我就知道 中间有一个 症结 就是那时候 中国大陆 刚刚进台湾的 对于 也是在国际上面 还没有什么自信 他不晓得这个 规则里面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所以他 我们一直在谈判 也在 经济部有丁正会 丁正会后来就说 我们本来是要求说 用这个 这个 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专长 就是 save guards save guards 正式打了官司 但是我们一直都知道 这个案子上不了WTO 为什么 因为中国那时候很怕 两个中国的影像 那台湾 那台湾 一直说 我们这个案子 看起来 我们分析结果 你这个 有请销的 协议 但是 就是 你们因为 但是我们如果一直 逼你上WTO 你大概会不敢 就会 就会 声音要噔 最后 结果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我要指出来这一点 为什么现在 中国态度一下子改变 他不但是 过去连应数都觉得说 这个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 美国也有同样的案子 这个我也参与了 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 双向元 产权的问题 这个今天我们不谈这个 所以我们 就是说 同样的 里面最大的因素是 不要造成 两个中国 就是说 你台湾 虽然是WTO 金门 台澎 这样的关税区 但是 谁知道 中共也没有经验 也不知道 国际反应会怎么样 他如果跟你正式在WTO 对付工党 人家说 你承认两个中国 台湾跟你在WTO 上平起平坐 这一次 你们这个 聚酸的这个 这个案子 为什么不懂 他怎么敢提出来 不是你提的 是他提的 他已经把这个 两个中国的这个阴影 已经去掉了 意思就是说 他在国际上面 已经非常有信心 我不怕你 制造什么两个中国的影像 我不但是不怕 我就敢对你这个 进来的化学 化学药剂 就是敢 收你的这个 这个 请销 为什么叫做保证金呢 保证金就是说 我现在认定你有请销的行为 中间的差别大概是16.9% 哪一个公司 这个没有关系 我先把你钱收下来 将来我判 也许是17 也许是15 但是我手上已经有一笔钱了 我这个就可以 弄到关税里面去 这是这个 技术上面来讲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时候听不懂 为什么会保证金 保证什么东西 是这个意思 但是最重要的 你要看得出来 他现在 第一 对台湾 也许已经觉得不耐烦了 我全部让利 那让利的时候 这个想也没有想 也没有想说要回报 要什么东西 台湾对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这个农产品的进口 很多限制啊 限制很多啊 有些东西几乎 进得不得进来 但是在签等等 中共一向就是完全没有看 他只是想 我在让利的清单里面 给你们多少项目 中间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 他从来没有想到说 你台湾本来应该回报 至少就是互惠有力嘛 或者说你有这个 这个所谓最后国待遇的这个条款嘛 对不对 你跟美国是怎么样 至少你对我的这个 这个农产品 你应该 你应该这个 同样待遇 这个才对 但是中国那时候 是根本没想这个事情 就是我用让利的办法 让你两个方面的经济 得到更加 加强一个年代 就交流嘛 主要的目的在这里 但是中间有一点点就是说 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一点 第一 现在太平觉得说 我那一方面 给你们让利的这样的情况 几十年都没有用 我现在公事公办好不好 我们试试看公事公办 所以这个态度上面 已经比较强硬起来 说强硬其实也不对 你们刚才都说 他强硬改变他的政府 不是 他就说 那叫我来吧 我以前 以前根本就是很大方 就是要弄 我们现在公事公办 第一个 第二个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他已经不怕你们这个世界上 所有这个什么 两国论啊 这个什么一中一台啊 什么这个等等 他已经不怕 所以这要看出他这个 整个信心的改变 这个我现在 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 谢谢 黄教授也提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一个警讯 一个警讯 他整个整个从 军事上 然后从经济上的制裁 这个来分析 而且他以前是那个云林那个毛巾 外销的这个 那时候的事件的这个 辩护律师 很清楚这个整个 这个请销的这个事情 我想 包括这个请销啊 盘请销这个事情 他去年12月 大陆去年11月12月就开始调查 开始调查 那有通告很多国家了 那也要台湾也开始调查 那可能调查要填一些表格 填一些表格 很多国家都在做 那尤其是农产品 农产品突然就把那个凤梨世家 然后那个那个禁掉 那那民进党政府 马上借这个是说 你看中国大陆一在打压 我们台湾的农民啊 而事实上是因为农委会 没有辅导我们的农民来填这些表格嘛 怎么填怎么填 农民怎么根本就不懂 好了凤梨世家就被禁掉了 那台东我们90%的世家 凤梨世家是台东生产的 那台东所有产的世家里面 有80%是外销到大陆去的 那你这个大陆一这样展的话 那台湾台台台台台东的这些农民 百分之 百分之60%都是种凤梨世家的 那经济上很惨 很惨 这个小孩子要缴协费啊 回家籍啦 还有什么的房贷啊 什么的 都出问题 农费的存款一下子降很多 我记得从30亿降到 存下15亿还是20亿 少掉一半的存款 那可多严重 后来经过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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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器啦 这个这个大陆谈判啊 经过很多这个手细啊 然后也答应他们的条件 依照他们的方式去做 现在终于今年可以外销了 那 台湾对大陆的台湾有很多早收清单 那台湾呢 对大陆还有2000多项的那种 你刚才讲的说规定很严格 就不能大陆不能进口 那大陆也是正义之前 比之前以前我们 就让利给台湾这个事情啊 就大陆的 其实大陆的 比如说农财品 大陆农民我去过他也有反弹的呀 我像香蕉 像台湾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买台湾的香蕉的时候 欸那个那个喔 说实在的那个香蕉你要后手 后手以后他才会变化 有的后手不好 都是轻的 而且气有一半都坏了 也照常去大陆的 真一支援 比一支援照原来的价格 你成本的两成 成本再加两成给你收购 保证价格喔 那个大陆的那时候的价格 才有台湾的收购价格的一半而已喔 那你想大陆的农民会怎么想 可是台湾的农民你知道吗 这个在民进党政府啊 民进党那个民进党他宣传之下 说这个是对台湾的这个统战 这个不要为了这个一点点的利益 怎么样牺牲我们的尊严 然后甚至于这个民进党的 宣传的农民来说 哎这个就是 这有低价的啦 就说台湾 销到大陆的这个这个香蕉 是要给租吃的啦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正一支援必须 也在品管 品管也都那个 那你这样继续做下去 你说大陆 能够容忍吗 大陆的农民能够容忍吗 包括就一直浪力这个事情喔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紧性 我想这方面我想 讲吴教授应该有他的看法 我们请吴教授 就这样 回应就是说 别人让利给你说同战 对你不好说是压迫 怎么样做都有他的借口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 不管是经贸互赖也好 或者是大的框架也好 刚才老师也讲了 怎么样维持和平 那其实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维持和平不是嘴巴说啦 很多事情要去做 特别在我们理论上面 我们讲和平是很难去维持的 自由主义者非常倡导和平 尤其他们用这个康德 以前当时德国很有名的哲学家 他讲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我是觉得两样要维持永久和平 还有三块非常重要的 那康德的三个和平 第一个是我们讲的共和和平 而是体制和平 就是两个民主国家是不打仗 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放到旁边来说 这个不适用于在两岸的体制 但还有另外一个角是说 经贸互赖可以造成和平 因为你不会跟你的贸易最大的 这个国家打仗 第三个是你国际法 或者是加入国际组织 可以维持和平 他说假如这三角能稳固下来 是永久和平 那其实我们看如果以民进党来看的话 他们一直以来都不是倡导自由主义的和平 他们认为是要用抗衡 或者我们讲Deterrence 叫做威赫 来促成这个和平 那这种和平是非常短暂的 而且是非常难以达成 而且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那怎么样能跟两岸维持永久的和平 目前看来就是我们讲的 经贸互赖可以产生的和平论是非常有效的 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来 两岸特别在我们两岸开放之后 能维持两岸交流 跟两岸和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当然在中间又牵扯到EKFA EKFA就等于是经贸互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那民进党也知道这个 所以他们会讲啊 虽然他们上台执政之后 就说还是维持EKFA 可是他们讲过什么 EKFA是包着糖衣的毒药 甚至现在又讲EKFA是过期的鸡排 符帽是过期的鸡排 当然这只要是嘴巴在反 这个所谓EKFA或胡帽 但私底下还是在做这个所谓 经贸互赖带来永久和平的一个事件 跟用法 我想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是两方说法不一样 那我觉得未来如何去维持这个永久和平 经贸互赖跟人员交流 甚至未来的我们讲的 一个永久和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理论 还是要回归理论 怎么样能让两岸之间 藉由这个互赖产生信任 产生信任之后维持这个永久和平 我觉得是我们讲的 刚才回到这个主题 如何避免战争一个最好的方法 那这一次这个聚碳酸酯这个问题 我特别查了一下 聚碳酸酯就是PC 它是用在譬如说碗 抗耐热 因为它是高温抗耐热 然后还有这个非常强化的一种化学物质 用在奶瓶 用在我们很多 譬如说这个安全帽上面的一些 材料 那这一次是因为台湾出口到 中国大陆的这个聚碳酸酸 占了台湾出口七成 这非常大宗 这跟四家差不多了 那当然大陆就用这个反请销 这个来作为这个制裁 那当然如果我们以这个经贸互赖和平 但是它现在好像出手在这一块上面 试图告诉民进党政府 经贸互赖没错 但是必须你还是要回到我们未来的谈判桌上面 回到两岸的交流 回到这个所谓该谈的还是要谈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所谓经贸的这个 所谓的步骤是一步一步来的 它是有它的步骤性的 从农产品到现在的所谓化学产品 接下来是不是在福贸货上面 希望两岸能继续在上面进行更深的这个所谓的复谈 因为毕竟他们讲的嘛 和平统一还是他们积极奴役要做成的 对不对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不会 就是放弃这个和平统一 但是他们也讲了 他们也不放弃武力 这点是我觉得他们是两手策略啦 第一个是大陆两手策略 第二个是他还是希望 两岸还是在这个经贸上面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 这点是我一点想法 对啊 我想说对这个和平的理论的三个架构的看法 就是经贸的这个 是目前台湾跟大陆维持一个和平的一条线 一个基础啦 可是这个互信 大家台湾向大陆赚钱 可是对大陆不信任 也就是说上下其手 那可是我们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讲 政治有时候就是甚至文化都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这个经济的基础如果 像这样慢慢的 一块一块的 像搬砖砖这样一块一块搬的话 这个墙角 这个墙壁恐怕有一天也会倒 尤其是现在大陆台湾的这个经济 至少至少 40%是依赖大陆的这个出口 大概有1200亿美元 三兆多台币的 这个三兆多台币这个如果 那个没有的话我们恐怕 老健保啊或者是工保啊这些这些基金啊 现在对于那个大洞越来越大 怎么补啊 已经补都 补东补西都补不了了 如果这一块再没了那可能我们就完了 但我们的福利直接就受到影响 这个是台湾人民可能没感觉 也感受不到的 可是会慢慢一步一步都看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现象出来了 我想包括现在今年啊 你说两手策略 但是大陆也讲清楚了嘛 这个和平不到啊 最后有一线希望都都都还是会把握的啦 所以他现在还是继续在让力啦 只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警示 那这是如果说两岸人民维持现状有这个默契 可是别人不同意啊 别人不同意 以上像乌克兰啊 乌克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金火商 美国的金火商 甚至美国要把台湾当成一个攻击跟筹码的时候 有时候会擦枪走火 失守擦枪走火这个机力蛮高 喔台湾人民好像没什么感觉 可是国外的媒体甚至国外 大家都在讲的 已经讲的风风火火说两岸发生战争 的几率非常高 两岸这个是世界上发生战争的危险的 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那台湾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我想这才是 最最这是一个比较调诡跟比较 我们麻烦的事情我想 台湾人民应该看清楚这一点 尤其这一次俄乌战争 我们看到了乌克兰的那种 那种 这个百目苍蝇啊 包括现在那个夏威夷 就是火灾那个场面 跟那个战乱那个场面 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台湾如果真的 是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人民 台湾四周都是海了 你要跑到哪里去 可以说是 是没有办法啦 五十年一百年也恢复不了的 也恢复不了的 这个我们一定 台湾的这个和平 难得的这个和平一直现状啊 一定要非常的珍惜啦 非常的珍惜 能够避免战争 就一定要去避免战争 那避免战争 一直拖 一直逃避 也不 绝对不是办法 你一直赚了人家的钱 然后一天到晚骂人家 然后跟人家合作 要去打击他 买武器要跟他打 然后跟着别人去围堵他 唯独中国大陆 那这个这个是做 这个这个这个 台湾说做背骨的 你这种背骨的做法 迟早 大陆可能容忍度会有限 台湾如果去避免这个战争 我想 台湾的法理台独 也试过一次嘛 所谓法理台独 就在6M通过 修改我们的宪法 现在宪法是两岸的关系 是台湾地区 与大陆的地区 为了未来统一的需要 还把统一 还把一宗 放在前面我们的宪法 我们台湾人民也不清楚 法理台独有一次说要通过了 另外一人说要通过了 所以要去 因为民进党占多数嘛 所以要通过就通过嘛 结果呢 要表现前一天喊停 喊停 喊停 这个 这个不是开玩笑 大家说 你头目要去气会 你的头发跟火 你要去试火是不是 你要试试看 我想这个 这个不能试的 这个不能试的 这个俄乌战争 乌克兰情况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啦 所以我想 今天我们也希望说 台湾 很可能怎么发生战争 我们也知道 你只要台独 就一定战争 那你要反战也没有用 台独就是战争 你反台独就是反战嘛 一样的意思嘛 那台湾如果避免战争 就是这样子 要必须 进一步要谈 就是 这个以大事小 大事小以人嘛 大陆这么大 对我们 他是用 用比较仁慈的心嘛 一直让力给我们嘛 他也不讲嘛 也不跟我们讲 就是一直让力给我们嘛 也不讲说 他一直让力 他也没有讲 那以小事大 我们那么小 跟他相处 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 要谈判 谈判说 不是说一谈判 我们就完蛋了 或者拉手就会生小孩吗 这个不是这样一回事 那就是要谈判 谈了再谈 那表示我们 有谈的这个心 那大陆至少 他就说 大家可以谈 那现在不谈 反而 跟着这个 这个国际反中势力 在那边跑 我想啊 这 这个逃民气会 在当时 这个 这个就可能 我们就是要 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那今天很高兴 黄教授 跟吴教授 把我们这个市值议题 都提出他们 在外交 跟法律上的专业 提出他们的看法 那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讨论的 议题 我们就到这里 来结束 谢谢两位 阿远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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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